看来这个公园是一个死亡公园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宾主播 今天我和老猪两个人来到林恩峡谷公园 林恩峡谷公园一直在改造 一直在升级 就一直没有机会来 它改造了得有将近两年的时间 所以我们上一次来都得两年多了 我们这次来之后看到了 这么大的停车场 看看 只有我一辆车 然后它这个道路都是重新画的线 然后这个停车场是新建的 这个绿化也都是新做的 种了好多花 这还有一些渗水的设施 这都是新弄的 原来都没有 原来是半野生状态的公园吧 那么它通过这么修了之后 可能是不是将来要收门票啊 这现在的火灾等级是中等的 因为现在还是没有过雨季嘛 所以再过一个月进入到旱季 那火灾的等级就更高了 这个公园宾主播以前走过很多次 它最著名的就是有一个吊桥 北温呢一共有两个吊桥 一个吊桥呢 在卡皮拉诺肉的那个吊桥公园是收费的 这个呢是不收费的 但是这个公园呢 它的吊桥呢比那个卡皮拉诺肉的吊桥公园呢要小 没有那么震撼 但是也还不错 它底下是一条溪 这边走 这边走 这个位置就是它的吊桥 我们今天呢这么走吧 过了吊桥马上左转 然后走这个圈 然后回来 很多人坐车这么转 差不多应该是五公里吧 然后呢 看这是Rice Lake Road 然后再往那边走 就是Headwater 就是那边就有瀑布 就有湖了 所以这个水就是从Headwater过来的 哇 这有一个大牌子 上面写着 那个桥关了 它上面有一个桥 下面有一个桥 都是开放的 等于85年到2016年死亡人数和2011年到15年的受伤人数 等于是在这个位置是死了三个 摔上去 这么死吗 哇 这24680 他这帮人死为什么呢 好些人都在这个峡谷这跳水 90起的 他就是从上面往下跳 就是来寻求这个刺激 然后摔死了 这一个tune force 这是叫双胞胎兄弟瀑布 在这块的位置 在这块的位置一共是246 死了8个 伤了16个 然后呢 在这个吊桥的位置 死了10个 伤了24680 伤了14个 有很多人看来都是从这跳 然后在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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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置 都分别死了一个 我的妈呀 看来这个公园是一个死亡公园 哦 刚关 是刚关的吗 这个吊桥关了 只能从远距离看一眼了 4月6号关的 关到7月份 跟疫情有关系 你觉得疫情原因关在哪 哦 因为他太假了 人客人肯定是要 没法保持两米去去 写着4月6号到7月中旬是吧 是 他说的是疫情原因 哦 好吧 那我们我们从桥那往下走吧 我们现在在这个这个位置 往下走 然后向左拐 走那个 Toon Falls Bridge 然后往上走 到桥根儿点 然后再往上走 记住这套路了 这个桥是开放的 这个叫鸾生兄弟瀑布 这就是三文鱼回流的整个过程 从孵化到长成小鱼 然后再回流 最后变红 孵卵 好 就算是 我还是不想到 就算了 走 我 这就是 这里有一个警示牌 就是警示你水底下有暗胶 千万不要从这跳 这里有一个跳水的坛 这个位置 很多人还是从这跳 因为下面是一个深潭 但是这个位置一共是死了12个人 当然不是说一年 但是很多年累计一共是死了12个人 你看这折了一个树 倒在这了 它这个根像一个大扑扇一样 立在这里 从这个角度看 像不像像一个影壁一样 它倒的这个树干在这 很粗 这个根就扎不下去 老猪说下边可能有大石头 所以这个树没有办法扎深根 然后它就死了 看看多粗的树 哈喽 哈喽大家好我是宾主播 今天我和老猪两个人来到了林恩霞虎公园 这个公园的特色呢 就是吊桥 北温的一共有两个吊桥公园 林恩霞虎公园是其中的一个 而且这个吊桥公园是不收费的 另外一个吊桥公园在卡巴扎诺路的上面 那是收费的 所以这个吊桥公园呢 经过两年左右的维修终于开放了 但是非常可惜 它的吊桥由于疫情的原因 现在给关闭了 要到七月中旬可能才会开放 因为毕竟这个吊桥非常窄 行人在通过的时候 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是不能保证安全 所以我们在这个整个林恩霞虎公园 这个峡谷里边这两边都是山 在这个峡谷里边在走 而且呢是沿着这个溪流在走 这个峡谷公园呢 它的trail非常多 它的徒步的路线非常多 那么如果要是在这个走一个最大圈的话 可能有将近20公里 所以今天呢我们走一个小圈吧 差不多是5公里到8公里左右 我们今天来试试 现在刚刚走了1.5公里 好待会见了 但是它很好地起到了提示游人和行人这里有台阶的作用 我摆下了 好待会儿 我感谢过来 我感谢多镜与 哈喽大家好 我是宾主播 看不一样的精彩世界 请关注宾主播的视频 请点赞订阅转发 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下期视频 下期视频